欢迎收看邓宏说新闻 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三 当然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的话 白宫正在开记者会 总统川普还有这个coronavirus这个小组 正在讨论最新的进展 当然这个部分里面讨论到 他们会采用动用这个叫做 Defense Production Act 这个叫做DPA 主要也是运用国家的力量 就是在冷战期待的 在第二次实在大战期间 因为我们军队的物资医疗不够 以后总统有命令可以要求民间的生产器 各种工厂的话 就是动用这些资产 资源来生产国家所需要的 在目前阶段就是两个 一个口罩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呼吸器 以后现在的话这两类物质是紧缺 所以可以用这种方法的话 将增产量增加 当然在记者会刚开始的时候的话 也是这个总统刚开始开场白 他就说今天来我要谈China Virus 这个部分的话就谈到了中国病毒 其实我们以前也说过 这个病毒刚开始称为武汉病毒 后来中国的话要改成 这个New Coronavirus 这个部分 但是后来的话 这个WHO统一要称为COVID-19 也是Coronavirus 这个2019年 所以现在统一的明清 应该是叫COVID-19 但是的话 这个总统就是开场白 就说这个病毒是中国病毒 当然有记者在盘问 为什么你要称为是中国病毒 我们都知道的话 这个病毒的话应该是COVID-19 因为现在有很多华美 在美国的华人 已经是抗议了 说这种的话 会带来种族歧视的 当然总统都说 我是认为这个病毒 我确定是来自中国的 所以我又称为是China Virus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首先我们会谈到的话 就是因为最近这个病毒的 矿散的话 已经引起很多这种 种族歧视的行为 在以前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有些华人在地铁上 这个在纽约戴口罩 被几名黑人围攻 也有最近的话 这两天也可以看得到的话 各种各样的话 这个好像一些中资期银行 在纽约的话被砸了 以后还有很多这个都传出来 就是华美的在美国的华人 也是因为这股病毒的传播的话 被误以为 就是因为这时是中国人 被误以为是带军人 带军的带病毒的都被 不同样的区别对待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引起的话 就是谈到这个 我们在雇主雇员这方面 支枪这方面 怎么保护自己 尤其是在你的支枪上里面 我们可以预测到 将来很多在政府部门 在大公司工作的华人 可能都会因为这个 总统已经说 Chinese virus的话 会引起更多的 这种种族歧视的案件 在职场上面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雇主 不能够因为员工的国职 宗教 这个nationality 肤色 还有这是这个性别 歧视 所以如果你因为雇主 觉得的话 或者是其他城市 误以为你 就是用种族歧视的方法 来攻击你 而雇主不做任何事情 这种情形 就是需要雇主种种族歧视 或者是雇主将你 就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觉得你是Chinese virus的话 也将你开除掉 或者是demon you 这种的话 都是属于 这种可以说是种族歧视 racial discrimination这部分的 所以当然的话 racial discrimination这部分的话 如果是你其他几个华人同事 也是类似的这样子 这种遭遇的话 你都可以就是用 这个class action 这个肢体输送的方法 然后告这个雇主 当然的话 谈到这个雇主的责任里面的话 我们也知道 这个Ossia 这叫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这个这部分 每一个州 还有联邦机构 在加州有个CialOssia 大家都怕 就是因为它是确保 这个工作场所是安全的 所以这个部分 雇主的话 也要很重要一点的话 要有这个责任 如果是并且的话 每天要follow up一下子 现在联邦的CDC的guidline是什么 州的guidline是什么 以后自己所在的county 或者city 有什么样的卫生要求 因为就像现在加州基本上的话 已经是大部分的工作场所 已经说能够65岁的职员 不要上班 以后并且每一个人要保留 保持的六尺这个距离 这是CDC的建议 以后现在的话 在Orange County 大部分罗韩基的地方 餐馆的话 已经说不能够抓单 不能够这个尝试了 这种情况之下 比如老板叫你还要上班 还要提供服务 这种还是违背这种支抢 安全的法规 你可以拒绝着说 你已经违反了 作为雇主的说 如果你还要求 已经是有明文的规定 不要上班了 或者是要 像纽约里边的话 现在要求每一个公司 不管是律师楼 或者是任何公司的话 50%的员工 必须在家里面工作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就是说雇主必须按照这规定 虽然的话 以前的劳工法 并没有这样子规定 但是的话 这些也是 因为已经有 当地政府的规定的话 那雇主必须要 根据这些地方政府 在疫情期间 所做出的临时决定 当然的话 除了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就出现很多员工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员工会担心 我的同事是不是有Virus 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根据美国的ADA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 Act 上面的话 雇主是不能够问 一般情况之下 不能问员工的健康情况 这种情况是侵犯隐私的 但是的话就是说 如果说他有情况的话 你这种的话就是 你就是有可能 歧视别人有病的 所以但是的话 在目前在全国 或者是每个州 每个地方都有这种 emergency情况之下的话 针对Coronavirus 你可以的话 就是存问病情 但是的话 不能够公开 好像你请这个员工 怀疑他可能染上了病毒 你请他回家休息 但是你不能够公开 他的姓名 这个部分的话 就没有这个违反ADA的问题了 当然有些员工的话 就是说我现在觉得 我害怕上班 我担心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怎么办呢 所以的话雇主要做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 就是说能够用电话上班 在家里面上班 用电话上网 这样做事情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有一些的话就是说 有另外一类的话就是说 现在大部分的学校都已经停停了 以后先就像昨天加州的州长 牛省已经宣布的话 学校 加州的学校的话 要在Summer之后 这个暑期过完之后 才有可能恢复 这个学年的话 基本上已经泡汤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如果是你要上班 又要照顾小孩子 那基本上你顾不及 这种情况之下 能不能请假呢 这个部分的话 就牵涉到所谓的 Family Medical League 当然的话在 如果你自己员工有病 或者是不管是Corona virus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家人 或者是其他的病的话 你是在加州是可以请病假 病假里面的话 加州政府规定是有三年 至少三天的话 雇主要付员工薪水 可以请三天自带薪的病假 但是的话三天以后的话 雇主可以的话不给薪水 联邦法规里面规定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你的公司是 政府公司 或者是员工超过50人以上 这种情形之下里面的话 如果你工作一年以上 所以的话 你公司必须要给你 12个星期的病假 这个12个星期的病假里面的话 就是说 这个他是 他可以 雇主可以不发薪水给你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就是说他要请假 必须要保留你的职位 但是的话有很多时候 现在出现的话 好像很多是65岁的员工 加州政府的话已经说 65岁以上的这些人 是不能够 必须要留在家里边去 那65岁的人 必须要留在家里边 那我老板的话 我不上班 老板会不会开除我呢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他法律规定 就是你必须 accommodate 65岁的人的话 你不能够因为 因为政府已经规定 他不能出门 这种情况之下 雇主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在家里边的话 用电话或者视频 或者是email上面上班就可以了 当然效率不会在家里 在办公室那边去 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 所以我们必须 雇主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满足这个政府的要求 当然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那边的话 就是说这些我们雇主 大部分的雇主的话 像餐馆的话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可以撑得住 因为但是的话 超过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 房租保险这些东西太多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雇主怎么样survive 我们知道的话 现在川普总统 跟航空公司 大的旅行社里面去谈 但是的话 对一般的小型的乡家里面的话 那怎么生存呢 所以这个部分 不妨去 其中在过去几个星期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这种的话 就是援助小型生意的 像中餐馆 按摩店 这些业者都不妨去申请 可以透过的话 SBA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所以SBA的话 它是可以用针对你的行业 做一些调整 帮你申请一些 不用历史的 这个紧急性的贷款 让你度过难关 当然真的是撑不下去的时候的话 政府也不希望 你就是解拼所有的员工 这样子造成大批的失业人数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加州有个部门 这个叫做EDD 就是叫Employment 这个Employment 这个Development 所以这个部分EDD的话 其中有一个专门小组 就是说你的店的话 已经是没办法经营了 不裁员就要倒闭了 这种情况之下了 EDD的人会上门来帮你做规划 怎么样子来能够减少员工的时间 想办法来让你的企业的话 不用关门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不妨上网站里面去EDD 还有一些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员工 真的没办法的话 你可以的话 雇主是没问题的 可以就是针对员工里面的话 这个可以减轻他们的 这个减轻他们的这个hour 但是的话 有很多时候里面的话 有几种情形 雇主的话 做起来要非常小心 第一种的话 就是雇员在工作场所感染了病毒 身体不舒服 已经是申请了Workers Calm这个部分 Workers Calm的话 一申请的时候的话 你不能够开除它 所以的话这个部分里面 一旦只开除了这种属于报复行为 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说这些员工 就是已经可以说你雇主 有种族歧视我 以后已经发一个claim了 所以告进去了 以后你说雇主报复你 以后这种情形 往往发生在大公司的华裔雇员身上 因为你华裔雇员说你这个 你感觉到种族歧视 以后的话 你像hr已经是fire complaint fire complaint的话 没想到的话雇主一回来 首先将你开除 这种情形就是报复行为 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告雇主 说种族歧视行为 对雇主报复行为 因为毕竟大部分的企业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主 都是付按下薪水的 老板已经撑不下的话 老板的话其实帮你买了一个保险 就是每个月在你金水里面扣的薪水这部分的话 就是买了一个失业救济金 所以你自己因为小孩子 那个要照顾小孩子 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或者是因为你现在老板已经减少你的薪水 以后没办法付房租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话 老板没办法经营了 自己失业了 这三种情况之下的话 都可以向EDD申请失业救助金 当然现在我们就希望的话 这个总统跟参议院 能够最后通过一个计划 就是从下个月开始给每一位报税的人居民的话 一张支票能够渡过难关 机票有多少 这人还不知道 当然的话在拿到支票之前的话 我们不管是雇主和雇员的话 都要做好这方面的规划 因为毕竟将来一两个月里边的话 商业生意很难做 有的时候对很多雇员的时候 可能工作的没有了 尤其是对很多卡车司机 在我们华安社区的话 有很多从事按摩业的 这些的话老板不会给你报税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怎么样子保护自己里边的话 不妨也到EDD里边网站里边去 就是说你自己的天内内的工作工人的话 你自己也可以再透过EDD购买 这个失业救济金 这样子的失业救济金 失业保险完了之后 就是等于你自己替自己报税一样的 买了这个保险 在这种三种情况之下 你的要照顾在家要照顾小孩子 你的工作时间减少了 或者是你自己没有工作做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都可以去申请这个EDD的 因为你自己购买了的部分 所以不妨问一下子 到这网站里面去找一下EDD 其实在我们华人社区的话 有很多非盈利机构 在我们洛杉矶有个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华府服务中心 他们也有这张 对协助这些华人 如果他自己没有 不会讲英文 现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 也不妨可以向这些非盈利机构求助了 好的 在今天的新闻报导 看新闻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在我们YouTube里面再会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观看